大家好 欢迎来到凡人趣日频道 今天和大家分享蒜茄子 这是东北独有的非常地道的家常小菜 以前人们是选用那种最后霸原的小茄子包 因为其他做法不好吃就做成蒜茄子 不仅充分利用了霸原的茄子 而且因为它小很容易入味好吃 茄子洗干净以后把这地方切两刀 这样蒸的时候它就熟得快 因为这地方不容易熟 先把它切两刀 上锅蒸大约十分钟 大蒜 把大蒜用温水泡上 这样比较好剥 利用蒸茄子的时间把大蒜用温水泡上 筷子扎一下 能轻松的扎进来已经熟了 可以关火了 把蒸熟的茄子放到旁边 让它凉透 把彩色的辣椒清洗干净 先切成丝再切成粒 去筋去脂 看这样 切细丝先 切好以后把它装到小盘 这是我洗好的香菜 因为香菜洗完以后有很多水 你要等它控干以后呢 需要很长的时间 现在我就不等它了 我把它甩干 把香菜放里以后这样盖上 盖上以后 转这个 这个甩干的效果非常好 停 装好了 打开看看香菜甩干了 看看甩得非常干 然后你看看这里头的水 这是甩出来的水 非常干的香菜 切香菜主要用要它的头部 那个叶子的部分我就不要了 叶子部分干别的用 所以我要它的头把它切小一点 切成香菜碎就行了 这么多可以了 这叶子留作做汤用 温水泡了大约十分钟 现在非常好剥 看看 用厨房纸擦干水分 自己种大蒜很好 种那个本地的大蒜 本地的大蒜 一头大蒜只有四瓣 五瓣 这是我昨天拔给本地的大蒜 因为这是我自己种的 就是当地的大蒜 没有了 然后不够用 我就今天又去买了点大蒜 买的大蒜是这种 这是我自己种的 现在把它要切一下 切一下然后 就随便切一下就行 把它放到蒜罐里 倒成泥 倒成蒜泥 倒蒜之前先放一勺盐 我这个小勺盐 我这个小勺量一下 有个素 好 先放一勺盐 然后开始捣蒜 把它捣成泥 很粘糊看 要是用大蒜器挤的大蒜就没有这个效果 没有这么粘 这是石头的倒蒜器 蒜倒好以后的话 现在先不要着急加辣椒和香菜 等一下再加 撒一点盐 把它摆在里边 把它从中间和开 这样 每一条都把它和开 加盐 用个勺盐 撑一点 有个数量 稍微咸一点 因为它是咸菜 是个小菜 它不是正常 不是菜 这样可以去掉蒜的辛辣味 一勺 我今天要三勺吧 刚才倒蒜的时候 加了一勺 两勺 加了两勺 把这辣椒先加进去 然后把切好的香菜也加进来 再加一勺盐 东北蒜茄子的特点是无油无水 放冰箱里保存时间长 而且味道不变 煮一碗青粥 配上一碟小菜 吃得真舒服 做好以后 上面再撒一点盐 腌好以后呢 就给它盖上保鲜膜 然后放到冰箱里 谢谢收看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更多美食视频 下次见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整个频道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就会为我 Quan订阅我的频道 并没有 引起来